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使用的是火箭和格鲁特 其实我对这只角色感到还蛮抱歉的 在直播介绍明明就有谈到他的队长性能 却在影片中没有特别提 所以想要来补偿一下 队长在变身前 可以以CD18来换队长 也就是换过去的一瞬间 可以有更强的性能 变身后的队长是HP2.2倍 肖木的五颗 有固伤 是一个很好用 所以想说来混搭一下斧子 挑战李魔狼 那攻略的速度也蛮快的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编程最早是搭配Magi的 但搭配Magi有蛮多的问题点 等一下我们再来慢慢谈好了 这次大版面的交换队长是选 妖精王 每次都念成精灵王 妖精王 交换完队长之后呢 再看一下Gelondo 然后这一次的回复要员是我们的Celis Celis放进来是因为 本身啊 火劲的队长倍率 只有HP2.2倍 没有回复的加成 所以回复力其实还蛮堪忧的 那把它放进来呢 它自己有自带两个回复强化 在回复上也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边要先撑一回合 才可以变身 然后配上虚左之男的60%减伤 所以耐久度还蛮够的 有人可能会想说啊 那既然你都要用火箭搭配符字了 那之前的那个Makita版面编程 难道有比较不好吗 其实没有耶 我觉得两边差不多 但以方便性来说的话 应该是火箭这边好很多 因为啊火箭在消除上面 需要消火的五颗 或者是木的五颗 那如果你要消木的五颗的话呢 符子又要另外消一串 也是说版面至少要有八颗的状态 八颗说多也是蛮多的啦 但如果有火的话 消五然后再消两串的木 也是可以触发的 但这边啊还有固伤 有没有固伤差的还蛮多的哦 有固伤的话后半的敌人 就不用担心回复会匮法 那如果你是搭配Makita的话哦 Makita本身队长需要再消到 回复吧 滚下来啊会发现到 好像没有什么短CD 然后可以有回复生成的角色 在对我的编程里面 所以版面缺住的状况 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所以就索性直接搭配符子好了 搭配符子打得也蛮顺的 这一队最早啊 本来是想要多叠一些章鱼烧的 所以我给我的 格鲁特火箭火箭格鲁特 应该都差不多啦 没有啦是两个生物好不好 这个角色搭配的是 这是什么浩克的武装吗 有SPE配上一个木章鱼烧 本来是真的还蛮想要大量的叠加木章鱼烧的 所以趋佐真男的位置是放 之前是放什么 剩下阿提密斯 想说可以应付一个属性吸收的部分 但打下来还蛮卡的 我觉得啊有多一个长时间的减伤跟没有差蛮多 因为尽管这一队有Cless的回复帮忙 但削四颗 如果combo数没有很高的话 其实要回满血有点困难 格鲁特的技能算说也有HP回复 但CD5稍微有点偏长 不过如果加上许佐真男的技能 等于说多了三回合的延续时间 耐久上面也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边呢我要善用一下格鲁特的新觉醒 十字消除 十字消除呢消除之下 自身的攻击力能够提升2.5倍 然后可以解暗暗三回合 所以消两个呢就是全解 没有全解啦 解目前的六回合好不好 这个其实很方便耶 我在后半啊打boss的时候 boss啊旁边的火柱 不是偶尔会放一回合的暗暗天降吗 只要消一个十字就能够消除耶 这个我自从用过一次之后就好喜欢哦 在攻略魔狼上面我觉得帮助蛮大的 不然那个暗暗掉落偶尔会影响到版面 那如果你没有消到指定射的话呢 就是配出去 我觉得有消到跟没消到差很多 而且至少啦 消完一个之后能够让倍率上升 格鲁特的火力也会比较高一点 不然格鲁特哦 十字也只有两个combo强化而已 所以火力很容易会被比较 火属性的敌人啊还是很痛 啊对了提醒一下 这一队呢建议血量 我记得是22万7千 还是更以上啊 如果这个血量的话呢 西石能够不用开技能 那下一关的欧嘎 也可以不用开技能 当然我觉得这个血量是不一定要撑到那么高啦 你看格鲁特的技能本来就有半减了 所以老子说善用一下那个半减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相同的问题就是只有一回合而已 不大好使用 西雷斯呢能够解的回合数是7 他的位置最早 我记得本来是放新线神的Ture吧 讲说他有打手性能 然后技能又可以解觉醒无效和解禁销 然后又有增伤 其实真的是蛮万用的 在搭Magi的时候呢有用过 但问题一样啦 就是血量 回复有点不足啊 我觉得目前这样搭配下来是比较安定一点啦 算说还是需要牺牲部分的性能 这边如果血量堪忧的话呢就开技能 撑过去 如果想要后半的关卡 有一个属性吸收无效的技能存下来的话 就把虚索之男技能2技存下 这次想说算了啦 呵呵呵 属性放弃 至少我觉得木队打李魔狼 还蛮适合的耶 你看像李魔狼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后半的那个龙王了吧 水属性的龙王以现在火属性的角色而言去打 怎么打都超难打的 但这一队啊 只要有一次好了 的属性吸收 无效技能 一个贯穿就可以通过了 这打的真的很顺 这边呢会有交换队长 以这一队的减伤率来说的话 好像还是要一个半减技能吧 所以记得要看一下火星的技能 一会儿要半减 火星的技能啊 在这次的攻略上面 好像都没用到耶 感觉就是不太会用到啊 如果虚索之男的话啦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技能管理就变得蛮重要的 然后我在想 大版面下可能缺住的状况会有点少 所以被锁住的话 或多或少应该都还是能够应付 所以没有把Magic也放进来 那如果遇到全版面锁住的状况下呢 就把Jeronto的技能开掉 所以Jeronto在这次的攻略上价值很高 可以应付蛮多紧急状况的 而且还有一回合加速 真的很强 现在看起来 木盾的编程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 而且在格鲁特出现之后 会不会之后大版面的编程底下 他出场机会会越来越高啊 只是还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他的打手性能 我实在是不大喜欢 为了要增加那个2.5倍 消个十字耶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觉醒 就是我觉得 他只会比较会用在 要消超暗暗的情况之下 除此之外 真的会直接为了那个2.5倍增伤使用吗 我觉得情况可能会偏少 特别是小版面的状况下啦 大版面或许还能够应付 对啦 大家不觉得那个Cellex的技能很棒吗 给解7回合 然后还有HP回复 跟这一队超搭的 回血本来就是一个难关了 那就额外加上有自动回复 应该说直接回血啦 效果很好 这边如果留下左边两只的话 可以稍微耐久一下 也没有刻意需要存的技能 老头剪手指 记得要先把杂猪稍微笑一下 因为妖精王只能开6颗而已 再开完技能后呢 至少要确保版面有两串 两串的话就直接消除 然后靠故伤通过根性 虽然说啦 现在蛮多的编程在李魔狼的攻略上面 不会直接无视 也不能说无视嘛 就是也不会去刻意带一些 固定伤害的角色进来 但有真的还是蛮方便的 平坦火力完全就交给福子了 尊全 尊全的话呢 技能也可以不用特别省 直接把格鲁特的技能开掉 奥克的武装其实也是蛮强的耶 有SB有章鱼烧 然后技能有两回合的机简 这场攻击力上升 所以这边就没有特别把福子的技能开掉了 靠着这一个增伤打 你看在有小幅度的增伤底下 炎鱼又是水属性的 也没有特别的杀手 但因为我们这边是木 可以打得快死耶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不过至少这样打下来啊 就觉得打这边很安心 不管碰到谁都有很好的爆发力 那因为有两回合机简的关系 这边就特别存下足 在版面的消除上面 销五颗不是必然的 但至少会希望能够有些combo数 触发半解 因为啊你销五颗 也只是有一点点减伤而已 不如那个半解好用 通过哦 通过之前呢 要先确保一下 Celix的技能能够开启 不然碰上大国主的话呢 可能会卡关 刘备真的是这一对的福音耶 直接帮我把我回复给转掉 然后我这一对呢 就要触发固伤也不需要回复 就可以直接打了 真的是送朱达人 尽管简有木半剪 但也不用担心 火力太高了 十一关的两个西石 刚前面有说到 西石这边呢 建议的血量是在23万左右 不过啦 我觉得 担心的话还是开一下技能会比较保险 直接那个伤害下来啊 这一对的回复力也不是说特别高 要从完全没有血 直接回到满 还是蛮难的 我觉得直接开技能保命比较重要 其实还有大版面的另外一个人选 是之前在Maggie 低配置的编程上面用过的 大版面角色 他的技能也有减伤 是好啦 但这一对的贯穿伤害我记得 如果没有两只的话 可能会有点困难 所以比起低心配置 这一次我是直接用妖精王 这样后半的贯穿伤害也会比较够 打的也会比较顺一点啦 12关 光属性的Celias 这只角色可以打慢一点 顺便存一下技能 那如果是水属性 不是西木的话呢 可以直接贯穿 大版面的编程到底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啊 大版面下攻略的时间算说拖得蛮长的 但安定度是真的 比小版面还要好很多 可能各有好处吧 不过如果是我打魔狼的话 好像还是比较偏爱大版面 这边开九龙斗 洗版面 然后再开一下技能 补一下攻击 按攻击色 通过 13关的MP龙是木的 木的我对他一直有个既定印象 就是好像能够一直打穿 但因为他盾的关系 理想上好像还是要打两拳 会比较好 我这次给Celias装了二技 是光阴的武器 有两回合的机简 和两回合的觉醒武效解除吧 那想说他的技能快要存到了 所以我就刻意的 存一下技能 至少存完之后 生存力也会比较高一点 但这边耐久就很可怕了 好在有格鲁特 格鲁特的技能 想想真的是很棒 完全的生存力组合 有半减 加HP回复 以前我也觉得HP回复 没有什么作用 但因为CD蛮短的关系 针对高血量的角色 补助的用意还蛮大的 我们直接开技能全解 然后先直接给敌人重重的一击好了 来看一下喔 一个贯穿 然后触发两次的张雨潮 三次 能够打多少 啊秘也蛮好看的 然后还有天降 应该是全队打到顶了吧 然后敌人就这样收掉了 来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的打法呢 在有两只贯穿手的情况之下 我的习惯是稍微消耗敌人一点血量 大概至少要10%到20%左右吧 然后做一个贯穿 收到半血 然后再打一下 然后一个贯穿 这样应该是最安全的 只是最后一关真的也不要拖太久 敌人锁反面的频率好高喔 这还好能够有一个技能 能够解啦 所以我就真的只是消耗敌人一点血量之后 就赶快做贯穿了 贯穿上呢 需要消9 加3 其实要求的猪还蛮多的耶 开完九弄斗之后还不一定 能够有这个量 不过是确实能够打到半血啦 这攻略上的速度也蛮快的 这边记得CLS的技能要存到 然后靠60%减伤 撑过去 开技能 然后还可以顺便回血 到第一次收掉敌人的时候 直接做一个贯穿 然后需要两串 这边感觉还是搭配一个增伤 会比较实际 先收掉一次 然后啊 这个时候 不是有那个超暗暗吗 我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版面的猪够的情况之下 消一个十字 直接解 像下一次的版面就不会受到暗暗的影响 交起来也会比较顺一点 现在会觉得格鲁特的觉醒 跟他的队长真的很搭 但这种尝试啊 不要在小版面下会比较好 好 到可以料理敌人的时候了 这个血量啊 看刚刚的贯穿伤害 能够打大概40%左右吧 应该是完全能够打穿 但版面的左猪依旧很爱致 再搭配一下延长 然后和增伤 直接贯穿过去 而且因为有章鱼烧的关系 能够多销一串就多销一串 综合的伤害会比较高 但也蛮有可能 不是贯穿角色的伤害会打不过去 よし 这样李魔狼就顺利通关 好啦我觉得 应该是还给火箭他们一个公道了 很强 队长可以马上换也很有趣 然后搭配斧子啊 也可以解决手指少的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很棒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吗 大概就觉得那个CD还是偏长吧 一记使用的几率比我想象中还要低 但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就玩得蛮开心的 希望大家有抽到的话 也可以使用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 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